当我们总结我们这一年的时候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阅读 我们能够深思你的真理 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找到 你的指教 你的智慧 主啊当我们总结这一年的时候 求你教导我们如何的投靠你 如何的信靠你 帮助我们 再一次学习如何的信靠你 当我们迎接这下一年的时候 求你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必须花一些时间 去回顾我们这一年 我们应该 回顾什么呢 我们所回顾到我们今年所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们应该检查我们的生命 花一些时间 回顾检查我们如何的活着 因为时间呢 因为时间呢 是不会暂停的 不会停止的 每一年 一年又一年 我们不能够 啊 啊 买回时间 所以 让我们 检查生命 回顾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 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们 生命 不断 不断只是如此 如果我回顾检查 这一年的话 我在通过 啊 事工的 角度来看 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充满了 不同的活动 可是 这意义是什么 所以所罗门 他也 有回顾 他的生命 就写了 真言 写了传道书 所以 他就寻找 在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们必须 检查我们的生命 我们也必须检查 我们与神 行走的道路 我们是否还在 跟随着我们的主 或者我们已经走失了 诗篇第119篇 那里的作者也 非常坦白地说 求告上帝 我如芒羊 走迷了路 求你寻找仆人 所以我们可能在观察 可能在 侍奉 就好像 诗篇119篇的作者 他是一位仆人 可是他也是走迷了路 我们必须 回想上帝如何的 与我们沟通 与我们的心说话 就是当我们检查我们的生命 检查我们与主行走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学习这些真理 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而活着 我们今年是否 是依靠自己的智慧 还是依靠我们的信心 我们是否学习到 如何更深一层次的去投靠上帝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让我们好好地总结这一年 凭着信心 投靠上帝 所以我们能够更坚固地 迎接下一年 这就是诗篇第16篇 让我们来看诗篇第16篇 这是一个非常诗人的祷告 是个人的 是大卫所做的祷告 我们也必须检查我们如何的祷告 我们看见大卫的特征 在这 祷告里面的特征 就是他如何的去信靠上帝 第一节 神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可能这是非常简单的字眼 的言语 可是呢 这告诉我们很多 他谦卑自己去寻求上帝的帮助 有时候我们呢 非常的骄傲 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祷告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面对 能够解决这一些问题 有时候 那阻止我们去祷告的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的骄傲 我们必须谦虚的求告上帝 求上帝帮助我们 大卫是以色列的王 他打败了哥利亚 他有强大的军兵 在他的指导下 他是多么的富有 可是呢 他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富有 不是他其他国家的联盟 他所依靠的是上帝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依靠自己的能力 依靠我们身边的人 可是大卫 他所依靠的是上帝 神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们投靠谁 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 依靠错误的事情 我们可能依靠自己的财富 自己 现今的健康 我们不知道明年我们健康的情况是如何 如果可能我们会病倒 然后呢 我们会软弱 那我们就感到无助 我们应该投靠谁 大卫充满了智慧 他投靠上帝 所以我们如何的学习去依靠上帝 有很多时候 我们都听到 信靠上帝 信靠上帝 这个字 我们都听过 信靠上帝 这个意见 在十篇 在十篇第十六篇 这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的 信靠上帝 那投靠上帝 是我们必须练习的 在祷告中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因为我们要寻求上帝 我们依靠他 我们投靠他 我们寻求上帝 求上帝 回应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在练习 如何的信靠上帝 这不是一个礼仪而已 不是一丝般的祷告 我们必须 每时每刻 我们面对生命的 各个部分都祷告 所以大卫就在那里 求上帝保佑他 我们不知道 大卫的情况是如何 可是当然 是会威胁他的事情 他所忧虑的事情 所以他就求告上帝 求上帝 保佑他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学习 练习投靠上帝的时候 大卫在第二节也说 我的心啊 你曾对上帝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不只是言语上而已 这是来自我们的心灵深处 大卫在这里 说到他的心如何对上帝说话 有很多时候 我们 祷告就好像 我们 在聊天一样 我们 祷告后 也不知道 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也忘记了 我们 在晚上的时候 忘记了我们 在早晨 所做的祷告 祷告 其实 是应该 是从来自我们的心灵深处 向上帝祷告 向上帝祷告 我的心啊 曾对上帝说 你是我的主 这是多么的特别 这就是 大卫 对上帝的信心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 这就是 the just shall live by hope 这就是 一人应当 因信而活 这就是 被称 得称为义 的真理 大卫 也知道 他与 他能够 向上帝祷告 这是他的荣幸 这是特别的 我们的内心 有什么 是指配得上帝 所回应我们的祷告 聆听我们的祷告的 这好处 不在上帝以外 所以 上帝 称了大卫 为义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信靠上帝 这是信心上的关系 这是信心上的关系 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只是信心的内容 可是这内容会使我们能够与神沟通 这就是我们信心上的关系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不只是我们宣告我们自己的信心 可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 大卫 的祷告 是来自自己的信心 自己的心灵 所以我们也必须 学习 如何的 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练习如何的投靠上帝 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练习如何的依靠上帝 我们只是说 我们相信上帝而已 因为祂是神 可是我们是否祷告 你信靠上帝的特征在哪里 你会仰望上帝 你会寻求祂的面 你不会停止祷告 直到上帝回应 聆听你的祷告的时候 你看到你祷告的结果的时候 每一次你祷告 你就 等待上帝的指导 等待上帝的回应 上帝 如何的聆听 这就是我们的祷告 可是如果我们 祷告后 我们都忘记 我们没有寻找 上帝的回应的话 为什么 因为我们 不是 真正的在依靠上帝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 投靠上帝的意义 是什么 第一 我们必须 看见我们的心灵 第一 投靠上帝的特征 就是 祷告 第二 第三节 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 论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散 是我最喜悦的 你喜欢和谁花时间 对大卫来说 就是 论 世上的圣民 所以不是说到 他在说 天使 或者已经过世的人 他在说到 世上的圣民 他们还在活着 公义的活着 圣洁 在上帝的面前 是属于圣洁的人 如果你阅读大卫的诗的话 有极主人 有邪恶的人 有公义的人 有圣者 当然 你身边的人 你的伙伴 会影响你 带领你 去 投靠上帝 你可以选择 去 去 花使 与那些 会 转移你的 专注 你的信心的人 以别神 代替上帝的 他的忧苦 必增加 他们所交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 别神的名号 所以我们的伙伴 必须 是那些会鼓励 彼此去信靠上帝的人 这群人就是 大卫所喜悦的人 他也转离 他远离 那些叫人 拜偶像的人 因为那些人 会转移大卫 对上帝的信靠 有很多人都说 我不会 走迷路 我不会 离弃上帝 可是 你可以 像 所罗门王 这么 有智慧 也不会 也会 离弃上帝 大卫 就是那一位 不败偶像的神 有90%的以色列王 都拜过偶像 包括 所罗门王 可是大卫 投靠上帝 他不 依靠 别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 别人的影响 我们是谁 我们喜悦的伙伴是谁 都会影响我们 大卫 论到 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散 是大卫 最喜悦的人 第一 我们寻求上帝的面 通过祷告 第二 我们投靠上帝 我们必须 选择 那会依靠上帝的伙伴 不是那些说 我还好 没事 的那些人 依靠自己的人 依靠 别人 依靠 许多的事情 许多的人 可是不依靠上帝 这就是 我们的危险 大卫 不会 去 投靠 什么事情 为什么 他 会提起 世上的圣民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需要 彼此 这就是为什么 教会 的团契 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我们会 鼓励彼此 去祷告 去投靠上帝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教会 是有什么作用 让我们 做彼此的伙伴 我们 我们在这里 指使 彼此 回到上帝的身边 我们 学习 如何的 练习 投靠上帝 当我们 聚集在一起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敬拜 我们在 迎接新的一年 让我们 与 那些 会 求告上帝的人 与 神行走的人 同在 以色列 上帝的 子民 他们 不喜悦 不喜爱 神的 子民 我们 也知道 我们能够 看见 一个人 是否 想要在这里 就是 他是否 喜悦 他的心 是否拥有 喜乐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 我来到这里 是因为我 侍奉 我在那名单上 如果这一切 不在这里 你还会来吗 你是否会 因着 喜乐 而来 你是否被鼓励 去投靠上帝 我被那些与上帝行走的人 挑战我 激励我 这就是 如何的 投靠上帝 信靠上帝 不是我们 个人 私人的 事情而已 我们必须 拥有 我们身边的人 去激励我们 鼓励我们 去投靠上帝 所以大卫也说 我不会在那 因为呢 他们的愁苦 必增加 为什么我们要 增加我们的 愁苦呢 所以第一 祷告 第二 我们选择我们的伙伴 要小心翼翼的选择 第三 也是选择 选择 我们最后 最终 还是要选择 去投靠上帝 选择 那些 会 影响我们 去 依靠上帝的伙伴 第三 我们选择 与神 行走 我们来看 大卫如何的 选择 与上帝 行走 第七 和第八 第五 和第六 上帝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众的分 我所得的 你为我 扶手 持手 我们 在 敬拜中 学习了 这 成为上帝的后世 的真理 这是 是回到旧约的真理 上帝 成为我们的天父 是我们的产业 这是 多么美好的 一个真理 大卫 选择了 上帝 他选择 与神 沟通 与神 相交 上帝 是他的天父 所以 大卫 看见他 一切 的所有 他说 上帝 是他的产业 是他 悲众的分 他看见 上帝 如何的 供应给他 扶持他 保守他 去指导他 可能大卫 没有一个 世俗 在世上 的 父亲 他没有 他不是属于 一个富有的家庭 他只是一个 小小的牧养人 他也不是独生子 他没有什么产业 我们也有 我们的女王 英女王 英女王 过世后 就有他的儿子 Charles 他其实也是年老 可能是 William 或者 Harry 不能够 大卫 不是后世 因为 不会 不 对 是 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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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投靠上帝吗? 是的,因为上帝是大卫悲中的份 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 上帝所祝福他 上帝赐给大卫他需要的一切还要更多 我们必须与他行走 我们必须投靠他 这就是大卫的见证 我们与神行走 就是我们如何寻求上帝的指教 第七节 大卫如何找到喜悦? 他说喜悦的就是 在第七节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上帝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他不是不断地都在寻求上帝的指教 其实他以前呢 所指教他的人不是神 他依靠自己 这是多么的愚蠢 他必须学习如何的寻求上帝的指教 让我们去阅读 让我们去阅读诗篇地 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占罪人的作为 为喜爱上帝的律法 成业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我们在下一年 一月二月 四篇三十六篇 就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要慢慢的思考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是多么的丰富 多么的深奥 多么的美妙 让我们深思 上帝的话语 让他的话语指教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 在夜间 会警戒我们 这会教导我们 知道我们 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如何寻找 上帝的指教 就是从上帝的话语中 不站在罪人的道路 不做邪慢人的作为 让我们呢 让我们呢 别人 别人的政府 不要批评 美国 批评 中国 批评 政府 这就是 这就是 做在邪慢人的作为一样 让我们 让我们 从上帝的话语里 每天每夜 寻求 上帝的智慧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我们 按时后结果之 叶子也不苦干 我们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我们 我们要如何的 运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时间 而活呢 不断的 工作直到我们死吗 我们 是否应当 有智慧的活着 我们要如何的活着 是要 有智慧的活着 要结果子 要有福 在每一个部分 上帝要赐福于我们 上帝 要 照亮我们的心 我们必须信靠他 他 投靠他的道路 不要 觉得 上帝的道路 是多么的狭窄 多么的艰难 让我们投靠他 他是与我们同在的 是为 叫我们有益的 让我们 让我们 尋求上帝的指教 让我们 尋求上帝的指教 我们称颂那指教 我的上帝 感谢上帝 他 他 会指教我们 如何的活着 无论是多么的困难 我们都要这样子活着 因为这是公义的 这是执政的 正直的 我们为何 以为 那生命的道路 是容易的 有很多人都想要跟随 跟随耶稣 可是 天国 的门 是狭窄的 天国的道路 天国的道路 是艰难的 宽阔的道路 的重点是死亡 不是说到是容易或艰难的 他赐给我们 救恩 他赐给了我们救恩 让这是 有可能的 可是 不是 容易或艰难 可是 这是 对的道路 这是 主耶稣基督的道路 第八节 我将上帝常摆在我面前 我们是否把上帝 摆在我们的面前 还是他在我们的背后 我们 忘记了他在哪里 他不在我们的视线里 他是我们的专注 我们 仰望上帝 仰望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以色列 他们 过红海的时候 你看背后 具有 埃及的兵马 在你的 左你的右 就是红海 所以当你惧怕的时候 你会 站立 走不动 可是 让我们 把上帝 放在我们的面前 专注在 他的身上 彼得 也在 水上 行走 就好像 主耶稣基督 一样 可是呢 他的 心挣扎 的时候 疑惑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 不要 仰望上帝 当然 耶稣基督 也拯救了他 我们 必须 把上帝 摆在我们的面前 他的话语 是我们 是指教我们的 我们 不要惧怕 我将上帝 常摆在我面前 因为他 在我右边 我便 不致摇动 如果 上帝在我们的面前 上帝在我们的 与我们同在的话 我们的心 不致摇动 有谁 能够与我们 把我们 与神的爱 隔绝 神 能够 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让我们呢 寻求上帝的指教 我们 了解 上帝 拣选了我们 他把我们 称为 他的后世 上帝 上帝 已经供应给我们 一切 为什么 我们还在 忧虑 天上的鸟儿 地上的花朵 地上的花朵 我们成为 上帝的后世 为何 为何 他不会供应给我们呢 让我们 让我们寻求 主耶稣基督 所供应 给我们的 指教 的教训 上帝 上帝 会赐给我们 会 他的话语 去指教我们 可是我们必须 寻求 他的面 寻求 他的 指教 他的指导 让他 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 让我们拥有 稳固的心 所以我们 必须 小心翼翼的 去选 检选我们的伙伴 以色列 就被 拜偶像的人影响 他们 转移了 他们的 信心 他们的 道路 大卫 拒绝 那些 不良 的 影响 他把上帝 摆在他的面前 他不会 动摇 信靠上帝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 不信靠上帝 的 结果 就会呢 增加我们的苦楚 第九节 告诉我们 投靠上帝的结果 因此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当我们 当我们 寻求 我们 应该怎么办 有这么多的改变 有这么多的改变 所以我们要寻找知识 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我们 要寻求 不同的指导 我们要如何的去关怀 关心 看顾保守 那些 儿童 教会 自己的 家庭 我们都需要 上帝的引导 这就是 这也是我的心 我的灵快乐 感谢上帝 引导我们 称颂 那 指导我的 上帝 寻求 那些 能够给我们 公义 公义 的 引导 那 充满智慧的 与神 同在的 与神 行走的 感谢上帝 我们的心 欢喜 看这 这 结果 的 心 是 愉快 在那 指导我们的人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举足 这不是 只是一瞬间的 喜乐而已 就好像我们有一个 非常 好吃的一顿饭 这是一瞬间的快乐而已 可是 这一种快乐 是我们的 整人 都快乐 就好像我们 教会 的 周年会议 从那里 也寻找到 喜乐 感恩的心 让他不要 让我们不要失去 那喜乐 当我们看见上帝 还有他的话语的时候 让我们被激励 被鼓励 这是多么的好 不是我们 给上帝 我们的 建议 这是不对的 上帝会指导我们 我们 寻求上帝 引导我们 这是 对于 世俗的方式 是多么的 不一样 我们 做我们的本分 可是最大的部分 就是寻求上帝 投靠上帝 我们的结果 就是 明年的 家庭营 我们 从大卫的榜样 的模范 学习 我们 我们 所学习的 所能够学习的 东西是 多么多 这是 真正 投靠 信靠上帝的人 上帝 也 赐福于大卫 大卫选择了 与神行走 大卫能够说到 他的心欢喜 他的肉身也要安然举足 我们的心欢喜 我们的灵快乐 我们能够 我们睡得着 我们不忧虑 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举足 在上帝所赐的指望中 这指望是什么? 第十节 因为 你不将我的灵 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 为了 为了 这就是 大卫的指望 这就是 大卫的指望 这就是 大卫的指望 的道来 的道来 上帝的话语 是比现今还要更深奥的 这会显现给我们看 我们的永生 我们的未来 大卫的灵快乐 当然 他 也会 解释给我们 大卫能够 放心 他的肉身 能够安然居住 我需要这一切吗? 当然 我的心 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 能够安然居住 你必将 生命的道路指使我 在你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 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他会指使我们的道路 生命的道路 在他的存在 他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这一切 就是 信靠上帝的结果 我们的心欢喜 我们能够感受到 上帝的同在 上帝显现我们 给我们的道路 上帝赐给我们的福乐 不是世俗的快乐 只是一瞬间而已 也赐给我们的苦楚 这是 上帝所赐的 永远的福乐 这是 主耶稣基督 要赐给我们的 我们是否能够 拥有这一切 让我们 终究这一年 去 求告他 信靠他 让我们的心 充满喜乐 这是我们自己找不到的 上帝的指使的指导 上帝的指使的指导 是 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 灵快乐 我们的肉身 安然居足 你会准备 坐下的 聚餐 在吃夜室 我们现在 有冷气 在坐着聆听 上帝的道 可是 末后 的 在厨房烹饪的 姐妹们 他們在聖誕節午餐後,他們就能夠放心地去休息。 所以,這些是賜給我們這樣子的愛心。 我們的回應是什麼? 上帝與我們同在,祂在我們的身邊賜給了我們一切。 我們是否能夠在祂的道路上行走,去尋求祂,求告祂,投告祂。 讓我們不要走失了路,那只能帶給我們憂愁。 大偉也學習了,如何的投靠上帝,如何的祷告,選擇上帝的道路。 與上帝的殖民同在,這都是我們自己能夠練習的。 讓我們的愛心,我們的喜樂能夠增加。 直到我們能夠安然居住的時候,我們能夠擁有上帝的喜樂。 這些福分都是我們的。 讓我們一起祷告。 我們的天父上帝,我們感謝祢。 祢吃給我們祢的話語。 我們能夠深思,去尋求祢的心,祢的旨意,讓我們能夠知道祢的道路。 主要求祢幫助我們,能夠更堅固地去信靠祢,與祢行走。 當我們總結這一年的時候,我們也求祢。 祢給我們祢的恩惠,幫助我們。 親近祢。 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 阿們。